不是现在来的900点吗 他再跌一点 再跌 他总会跌到2000点 这不可能的 对吧 有人跟我说 你等着哭吧 我现在不可能 对吧 我们大家 我的信息没有亏算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9号 星期二 今天主要的还是跟大家分享 有关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还有狗哥自己的这个观察 还有判断 首先呢是影片看的时候的小视频 简单的说两句啊 这个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中国最重要的国师 胡锡进 他的一个最新的发言 现在是年底啊 2023年的年底 所以呢最近中国墙里边呢 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年会 对2023年进行所谓的总结 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呢 也做一下展望 像这些呢都是惯例啊 那像胡锡进这样的中国墙里边的啊 所谓的超级正能量的KOL 他们最近呢就很忙 很火啊 就在到处走穴去参加这样的年会 参加这样的年会 对他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狗哥呢是很知道 像胡锡进这种量级的 中国所谓的啊意见领袖 网红大V 他参加这么一场年会 他能拿到的出厂费 比他在中国股市里边打水漂的那几万块钱呢 肯定要多 虽然最近这两年中国经济呢是下滑的很厉害 但是呢像胡锡进这样的啊 他们这个出厂费啊 现在呢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老胡呢 他在这种年会上 他就必须对中国股市 还有中国经济呢都是要使劲的吹 那至于胡锡进 他最新吹的这个内容 他这个赌舟发誓 说中国股市呢 绝对不会再跌回2000点 他说呢这个呢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呢就忽悠中国的韭菜们啊 对这个中国股市 还有中国经济呢 还是要有信心 他这个判断本身 狗哥呢就不去点评了 这给大家展示一下 中国这个上海股市啊 他自古有史以来的这个走势图 中国股市上一次跌回到2000点 是在2014年 也就是在这个9年之前 狗哥这两天看的小视频里边 胡锡进那种啊 对天赌咒发誓的那个样子 就感觉到呢是很可怜的啊 也很积雪 同时呢狗哥呢也强烈感觉 胡锡进他这么讲呢 就是乌鸦嘴 那乌鸦嘴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啊 狗哥在这呢就不去解释了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继续的下滑 继续的崩塌 中国股市 他再跌回到2000点 这个呢绝对有可能 绝对不是像老胡说的不可能 资深的哥们都会知道 中国墙里边的楼市啊 房地产的价格 已经是跌回到2017年 在现在 包括这个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楼市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这样 已经跌回到2017年的那个价格水平 这个情况在以前呢 他同样呢 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因为关注房地产的 中国网友们在以前呢 肯定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金户永远涨 对不对 这个时间 你如果说倒退回三年之前啊 甚至说在去年的上半年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呢 在当时还都是相信中国房子的价格呢 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啊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 这个楼市呢 更不会是下跌 北京上海还是永远涨 但是呢 今年以来 这个实际情况 它是怎么样 中国楼市在今年以来的崩盘 狗哥呢 已经给大家呢 是做过不少影片 分享过很多信息了 在这呢 就不再详细的去说了啊 所以呢 中国楼市的价格 它都已经跌回到2017年 这个呢 肯定它还要继续的往下跌 那中国股市在跌掉个30%的市值 跌回到2014年2000点的水平 狗哥认为呢 这个呢 绝对有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狗哥频道的网友们 肯定呢 是早就清清楚楚的知道 胡锡进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呢 大家肯定呢 跟狗哥一样 早就把这个老胡呢 当笑话看了 狗哥现在呢 也就是偶尔 时不时的 拿这个老胡呢 出来溜一下 根本的就不会把他呢 真当回事 但是大家呢 也都会知道 在中国墙里边 现在呢 还是有大量的中国人 他们直到现在 还会把胡锡进 这样的所谓正能量国师 他们当成一回事 那这个情况就没办法了 就只能是祝他们呢 能够求人得人 跟随这些个大小胡锡进 他们指明的方向去前进 这个呢 是关于今天影片开头的小视频 胡锡进 他对于中国股市 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新的预测 狗哥呢 是稍微聊两句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正规的经济研究机构 对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和最好情况的预测 这个呢 是日经新闻 他的今天报道的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 对中国经济最坏情况的展望 他这个展望里边呢 最重点关注的就是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 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以后 对中国经济造成最严重冲击的这种最坏的情况 给我给大家概括一下 他这个展望和预测的最重点的内容 日本经济中心 他是认为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是一个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场景 狗哥在这呢 再重复一下 他这个预测啊 日本这个经济研究中心认为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是一个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情景 他呢 是认为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呢 不大 这个狗哥呢 显然是有不同看法 待会呢 也会详细的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这个展望认为 如果啊 如果在将来 中国发生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 假设这个危机呢 是在2027年 也就是在三年之后爆发 那由于中国政府 他应对这个危机呢 要优先去偿还债务 这个呢 就导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呢 出现锐减 急剧的减少 中国的资本外流呢 也会加速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 会从现在的7块多的毛币 贬值了9块钱左右 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之下 中国在2027年的实际增长呢 会是零 零增长 即便中国能够度过这场大危机 在2029年之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呢 也会长期低于1.5% 这种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的情况呢 也会长期化 这个呢 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他预测的 中国发生房地产崩盘 对经济冲击的最严重的情况 他呢 是假设 这个危机呢 在2027年爆发 到时候中国经济呢 会停止增长 增长率是零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 也会贬值了9块钱 之后 中国经济的增长呢 会长期低于1.5% 那 将来可能出现了最乐观的情况 会是什么呀 日本经济中心 他认为 首先 是中国的这种房地产危机呢 不发生严重的崩盘 然后呢 就是中国政府啊 他在明年 在后年 应对危机的措施呢 很得力 很有效 比如 他的这个金融方面 能够优先处理不良贷款 抑制金融风险的爆发 在商业环境方面 中国政府呢 他能够去纠正 新修丁的 像这个反间谍法 这些个 被认为呢 是不透明的制度 提升内外资的信心 在贸易方面 中国政府呢 能够去缓和 跟美国的贸易摩擦 同时 中国政府呢 他呢 还能做到这个 加速中国经济的 数位化转型 保持生产率的提升 日本经济中心 他这个展望 认为 如果像刚才提到的 这些个措施 中国政府呢 都能够去做到 都能够做得很好 那中国经济 到2035年 他的实际增长率呢 有可能会保持在 2.5%左右 但是 即便是这样 即便是中国政府呢 他能做到 很好的去度过这场大危机 也依然没有办法 去实现中美逆转 中国经济 依然不可能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老大 这个呢 是日经新闻 他报道的 日本经济中心 对中国这场经济危机的 前景的展望 给我今天的重点呢 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 供大家参考 刚才说了 日本这个研究机构 他的展望认为 中国房地产泡沫 发生破裂的 这个可能性呢 不大 他这个预测和展望 国自己呢 是不认可的 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 破裂的可能性不大 应该呢 是他参照 他大日本 自己的标准 做出来的判断 大家都知道 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 日本呢 是开始出现经济大危机 出现这种房地产泡沫的 大的破裂 这个都是全世界 都公认的事实 大家呢 可以来看一下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 他这个房产价格的变化曲线图 可以看到 日本楼市价格最高 是在泡沫破裂之前 是在1991年 泡沫破裂以后 日本房价呢 就持续下跌了 是差不多 有20年的时间 最低点 是出现的2009年 这个整体上 房价比最高点的时候呢 是下跌了 差不多一半 所以呢 日本这个经济研究中心 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不大 他应该呢 也是认为 在房价方面 中国墙里边这个房价呢 不大可能 也从最高点 跌掉一半 这个呢 是日本这个研究中心的观点 但是 资深的哥们都会知道 狗在以前呢 是聊过一个观点 狗在以前呢 是自古以来认为 这些个中国之外的研究机构 智库啊 包括很多的主流媒体 最近几十年来 他们对中国观察和判断 存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 他们的总是会对中国呢 有一种偏乐观 心存比较多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 这样 他们的判断结果呢 就很容易会出现偏差 就像日本的这个研究中心啊 他认为中国房价下跌一半的这个情况呢 在将来 不大可能会出现 但是 今年一来 狗呢 已经是给大家呢 展示过很多 雪淋淋的这种实际的案例 很多真实的情况 完全能够证明 在现在啊 中国墙里边这个房价 已经是比最高点那时候的价格呢 至少下跌了 百分之三十 大家注意 我在这说的是一个整体的情况啊 就中国墙里边的这种 整体的房价 肯定啊 比最高点那时候呢 至少已经下跌了 有百分之三十 那在这个基础上 再下跌个百分之二十 像日本当年那样价格跌掉一半 是不是完全有可能出现 在将来 而且呢 狗哥讲过 中国这场经济大危机 它的情况 包括这种房地产崩盘的惨烈啊 很大概率啊 几乎可以肯定 会比日本泡沫当年破裂的那个情况呢 还要惨 还会要严重很多 所以呢 狗哥呢 是展望 中国房价整体上跌掉一半 也几乎啊 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个场景 在将来 然后大家呢 也都可以自己展望一下 如果在明年 或者是后年 中国的楼市 中国经济滑落的那种地步 那中国的股市到时候会是多少点 是不是重新跌回2000点 完全不是梦 现在狗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还有话题 就中国的这场经济大危机 包括房地产的崩盘 股市的崩盘 正在大量消灭中国中产阶层的财富 这个呢 也是美国彭博社呀 他最近一个报道里边的重点 就是他呢 重点关注 今年以来 中国中产阶层财富的这种大缩水的情况 他报道了 有一位肉身在中国魔都大上海 一位40岁的金融业从业人员 他在今年的财富的情况 这位他的家庭的股票投资 今年以来呢 是缩水了30% 家庭在薪酬待遇方面的收入呢 也下降了30% 家庭投资的房产的价值呢 是缩水了20% 这个呢 是一位肉身在上海的典型的中国的中产家庭 他在今年啊 在2023年的财务的情况 狗哥认为呢 是很真实的 这个呢 也非常符合狗哥自己的一些朋友 家人 他们今年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财务的情况 用一句 非常简单的话去概括 中国大城市里边的中产的家庭 在今年 他们的这个家庭财富啊 普遍缩水30% 普遍缩水三成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判断 中国的玩家们都会知道 所谓的这个中国的中产们 中国的中产家庭们 他们其实啊 最主要的财富 就是家里边的那套房子 或者说家里边的两套房子 那中国房地产一崩盘 刚才狗哥说了 房价比最高点那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下跌了有30% 这个呢 就意味着中国中产们 他们的财富呢 是普遍 大概一起 也就蒸发缩水了30% 这个呢 当然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 观察还有判断 但是也会比较的靠谱 关于中国的房价 彭博社这篇报道里边也说了 虽然中国官方这个数据 它显示 现房的价格呢 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下跌 但是呢 中国房地产中介和私人数据提供商 提供的证据显示 中国最大城市的黄金地段 房价至少下跌了15% 这就是说 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 黄金地段的房价呢 至少已经下跌了15% 这个呢 还是中国最坚挺的一线的楼市 还是一线楼市里边最值钱的黄金地段 至少已经跌了15% 所以呢 狗哥的观察和判断 中国整体房价已经是跌了30% 这个呢 完全是靠谱了 中国的中产家庭们 他们在中国股市里边呢 投资了亏损 这个呢 就更不用多说了 他们在股市里边亏的呢 也很多 但是呢 跟房价下跌 导致了这种财富的缩水 比起来 那股市的亏损呢 就是小头 很小头 股市里边亏 像胡锡进那样的 一般呢 也就是亏几万块钱的毛币 但是呢 中国的中产们 他们在楼市里边的财富缩水啊 今年肯定呢 都是大几十万起 在一线城市里边 肯定的都是上百万起 这个呢 也是中国经济里边的一个消费 在今年表现的很惨淡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中国消费里边的一个主力 就是总数量可能 在一亿人左右的 所谓的中国城市的中产们 中产家庭们 在这些中产之外 其余的 十一二个亿的中国人 他们呢 是没有太强消费能力的 今年一来 中国中产家庭 他们的财富 普遍缩水百分之三十 普遍缩水三成 这个呢 就在心理上 给他们造成了 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呢 就导致他们普遍的是 不敢再去多花钱了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 去花钱 去消费了 这个呢 就是在今年 中国经济里边啊 消费很惨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今天在最后 狗那想说呢 中国这场经济大危机啊 它肯定是会冲击到 墙里边的所有的中国人 除了一些个 极极其少数的 最幸运的中国人 就像这两天 中国舆论里边炒的最火热的 那个直播网红啊 东方真选的 董宇辉 除了像这样呢 极极其少数的 中国人 他们呢 这两年呢 是发了大财 其余所有的中国人 可以说这个财富呢 都是在缩水 而且呢 有很多很多中国人 他们的财富呢 还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缩水 这个呢 就是在今年 2023年的情况 在明年 在2024年 这种情况呢 几乎可以肯定 还会继续的恶化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